民眾黨怎麼樣處理他們自己內部的家務事 其實這一個月以來我們討論已經非常多了 但是可以看得到是 當柯文哲深陷金華城跟北市科的案子當中 他完全是不面對 也不願意去面對自己 過去擁有實質影響力之下 擔任台北市長所引發的這些爭議 甚至於是圖利的疑雲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柯文哲如果你像擠牙膏一樣 被擠出了一點 然後你才做回應 那麼永遠其實都是交代不清 都是一團爛仗 至於說到底是要捐 還是不捐 還是公益信託 我要提醒柯文哲 如果你永遠想的就是 國家還給你 鈔票留給我 那如果是這樣的想法 國家還給你 鈔票留給我 那麼不管怎麼樣去賺 怎麼樣的源這個藉口 都不符合民眾的期待 我想 柯文哲應該是 在詐騙集團裡面 算是境界最高的 那選舉選完了之後呢 還要繼續去剝削小草的錢 其實真的是不應該 那甚至說還會他個人的授權會 到他私人帳戶 所以柯文哲真的是 藉著小草的信任 而剝奪更多的金錢 用於自己 我想這個真的是 或是自己的黨 這個都相當的不適當 我想柯文哲應該是心虛才要兼出來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所有總統候選人 之後的經費 賴清德總統 甚至包括侯友宜選市長 他的那個 三十塊的 給他們 三十塊給候選人的 那賴清德總統跟侯友宜市長 都全部捐出來 那只有柯文哲 還大言不慘地說三分之二 那為己用 我想選總統的格局 跟選其他民意代表 縣市長的格局不一樣 希望說柯文哲 就是 現在心虛會把這個 四千三百萬的房子捐出來信託 我想更多的費用 他應該交代的清楚 才能夠給選民 一個公道 柯文哲 真的是 用小草對他的信任 然後 能夠募到更多的款項 然後移來移去 最後移到他個人的口袋 那在法上 或者是在小草對 民眾總統對柯文哲的情感上 我想 我們都必須 很仔細地去研查 也希望說柯文哲 就是不要利用選舉來賺錢 而是應該 就是把民眾黨發揮到做公益身上 否則現在 民眾黨其實已經 被人民所不信任 尤其被小草所不信任 那包括柯文哲本人也一樣 這真的是一個 政治人物的悲哀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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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